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比达玛举世论》里面讲十四种不相应心 十四种不相应心里面前面已经讲了 无相天的消息当中的 然后无相天修持的时候无相天的本体 讲了这两个按照有不重的观点 应该可以承认是一种灭法 这个灭法是一种不相应心 不相应心这样的灭法是实有存在的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明白 平时我们经常闻思的过程当中 也遇到二顶 无相顶和灭金顶 所以无相顶和灭顶方面 大臣也是同样的承认 只不过大臣为时钟以上不承认他是一种实有 也就是说是一种诚实的物质 这一点大臣不承认 实际上上面也应该承认灭金顶和无相顶 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无相顶 今天就是讲这个灭金顶 灭金顶在颂词里面是这样说的 所谓灭顶也复然 显法乐主转有顶 必然二种生素也 以及不顶之素也 他这里跟前面的这个无相顶有点差别 他这里实际上灭金顶的话 能灭金一切树和像 所有的三界当中的树和像全部灭金 那么这样的这种顶 这样的这种禅顶叫做灭金顶 他这里的意思就是灭金顶也复然 实际上灭金顶也是跟前面同样的 它也是一种不相应性 它也是一种灭金相应的一种优势法 也就是说是一种物质 所以他这里说所谓灭金顶也是同样的 那么灭金顶修法的时候它是什么样修的呢 就是显法乐主 这也是一般小城当中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名称吧 它是一种修法 比如说他对自己的一切所谓生起愿恶心 然后为了先前一种法乐而安住的话 这种禅顶叫做先法乐主 意思就是说先前一种法乐 先前一种法乐而安住 这是一种在小城当中的也是一种转用名词 经常我们比如说有些圣者在因地的时候 他就开始先法乐主 然后最后他转生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这个一般我们讲一些圣者的境界的时候就经常用 然后这个修法主要是以先法乐主 最后那个转生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转生到这个幽顶 也就是说是这个幽顶的话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整个我们三幽当中的最顶点 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 无色界当中的话呢 就是它下面就是十五边珠空无边珠 这样呢就是最上面的这个就是天界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无色界 就是无色界的这个最上方呢 就是叫做是也叫做是这个非非相处 也叫做是那个这个幽顶 就是最后他转生到这个幽顶当中去的 那么他呢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密经地呢 实际上是他不是无极法也不是恶法 就是他是一种这个善法 当然这种这个善呢 第四评的时候呢讲这个三种四种善 比如说相应善啊 身影善啊 然后是本性善啊还有那个本气善 就是这个善法呢就是有四种善法 他这里面呢应该属于是他是这个本气善 就是他的法性是好的 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这个法性方面 就是他的这个法性方面 因为他想获得一种这个快乐 就是这样呢就是这个修持这种禅顶 因此叫做是那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他是一种这个善法就是 然后他呢就是二种生数业和一极不定业 就是他这个数业呢就是这个数业呢 就是这个数业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前面有点不相同的 前面的话呢就是顺此生数业就是顺此生数业 顺此生数业的话呢就是下一辈子一定会是这个感受这种禅顶的过报 就是这叫做这个顺此数业 但是他这里的话呢就是不单是他那个顺此生数业就是 还有呢就是顺和数业顺和数业也有 还有呢就是他这个一数不定业就是他不定业 就是因此呢他具足这个三种业 就是他一次呢就是修了这种灭顶顶的话呢 就是有些呢就是他下一辈子马上这个转生到这个游顶里面去的 有些呢就是下一辈子不一定转生到灭顶里面去的 然后这个下一辈子的再下一辈子呢就是他可以转生到灭顶里面去的 就是还有些的话呢他虽然已经修成了这样的这个灭顶的灿顶 但是呢也不一定他能这个转生到游顶当中去的就是 因此呢就是他中间比如说他即生当中呢就是获得了这个灭顶的灿顶 但是呢他下一辈子不一定转生到这个游顶当中去就是马上就是获得阿罗汉国外的话呢 所以他的这个业呢就已经成了不定业就是 因此他具足这个三种业就是跟前面的话呢就是前面是这个 具足什么呢就是顺慈生疏业就是顺慈生疏业 顺慈生疏业和那个顺后这个疏疏业啊 就这些呢大家应该我们在那个讲那个斩戒论的时候也是这个遇到过就是 然后呢就是就前面也这个讲过吧就是什么叫做这个 这个孙慈生疏业呢孙慈生就是刺生 刺生的话呢就我们过了这个时候过了这个这一生以后就是在这个次第 就是下一辈子呢一定会是干输就是这种这个业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孙慈生疏业 然后这个生和疏业的话呢生和疏业的话呢凡是那个就是以后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干输这种业 当然我们这个下面讲这个讲野果品的时候呢就是这些有详细的分析 但是我们遇到有些名词的时候提前也给大家说一下也可以 因此这个孙慈生疏业的话呢就是下一辈子 比如我们造的这个无为间罪啊就这些的话呢一般这个小乘自从认为是就是这个孙慈生疏业 就是所以这个下一辈子一定会是干输的 然后这个孙慈生疏业的话呢那么这个下一辈子呢不一定干输就是下一辈子的再下一辈子 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干输就是 所以或者呢就是中间就是盖很多的这个劫 然后呢就是再这个干输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孙慈世疏业 就是孙慈世疏业就是孙慈世疏业的话呢 就是孙慈世疏业的话呢即生当中这个干输也 我们人们经常所谓的这个现实现报吧 就是现实现报这样的这种果报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孙慈世疏业 孙慈世疏业也可以说 所以他这个三种业当中呢就是他居住这个三种业 下面呢就是说那个他讲义里面这样说的 所谓的灭尽丁也是同五相天一样 就五相天一样 它呢就是能灭尽相应法的能灭尽相应法 也就是说相应法是指的是这个星和星所 就是所有的这个三界当中的这些这个星和星所 全部能灭尽的一种这个物质 就像有部宗来的他认为就是水不能出来的话呢 就是让他那个就是专门起这个碎盘 就是碎盘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灭法 就是有种室有的法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灭尽 就是灭尽呢就是有这样的物质 那他是就是义和作业而入定的呢 那么这样的这个五相天 比如说昨天我们这个五相天的话呢 就是他认为是这样的这种这个五相天呢 就是是一种解脱 就是他是这样这个修的 就是那么这样的这里这个灭尽丁呢 就是他的这个修法是什么 他的作业是什么呢 他是这样这个作业的 是以言而树像的作业而入定 就是他对这个树和像呢 就是我们这个三界轮回当中呢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感受痛苦快乐 实际上是全部是这个痛苦吧 就是我们下面讲第六品的时候吧 就是第六品的时候已经说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感觉上是一种这个乐数 就是现在人们就是认为是这是一种快乐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是这个痛苦的本性 痛苦的来源 痛苦的一筹大圆门心心细细大树当中也是有吧 就是所以呢 他们就是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感受呢 就是都没有一个这个快乐的 就是因为他的本性呢就是苦 有些论师呢就是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树是苦的原因呢 专门居生论当中下面有那个辩论的 既然说是那么所有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感受呢 就是如果是苦的话呢 为什么叫这个乐数呢 就是这个痛苦只不过是有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心呢就是 就是外面散乱的时候就是人们认为就是 就是他这个无认为呢就是就是一种这个快乐就是就是 所以说他这种这个想法呢所有的感受呢就是都是痛苦的 那么所有的这些想和执著呢就是都是无有任何意义 因此呢对这些想和那个树呢就是生起燕恶之心 然后呢就是为了断除这些想和树呢就是而这个入定 次定的菩提切勒想到也以此可熄灭树想 于是便修观这个显法乐主就是 然后呢就是他想是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就是 现在我们这个我们有些这个居士和有些出家人也是 哎这个轮回太苦了哎这个我就不想和人间就是一定要好好地入定 入定就是入定就是入定的话呢就是多清晰多快了啊就是他也是 是一种这个这个先放乐主吧就是他认为是呃这个实际 太苦了就是因此他也是一种当然他的这种这个这个修法 的话呢还是要一定的功夫就是我们一定要呃我们一般的话呢 呃就是要灭尽所有的现和树的话呢就是这是凡夫是做不到的就是 因为这种这个这个灭尽定的境界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圣者的境界就是 按照这个这个优众的观点的话呢必须是一种这个圣者的境界 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比较这个难的 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为了就是灭尽一切素和香 于是呢他就修就是先发乐主 就先发乐主灭尽定是河地就是琐瑟时候呢 那么这样的这个灭尽定我们前面知道就是他那个 这个五香顶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第四三这个琐瑟的就是第四三这个琐瑟的就是已经这个说得非常清楚 然后这个灭尽定呢就是在这个河地这个琐瑟呢 就是他是这个以河地琐瑟呢 转身有顶之地琐瑟就是他实际上的这个餐定是五四节当中最高的这个有顶的餐定 然后他那个转身但是他那个转身有顶之这个琐瑟就是实际上呢 有顶当中也可以有那个圣者 但是一般来讲的我们这个三节当中真正的这个圣者为呢 就是金居天就是五种这个金居天 五种这个金居天的话呢就是他是这个圣者的圣者的这个地方就是 因此下面我们讲这个第六评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是说是这个圣者呢就是 他有一种这个涅槃的时候呢就是只有在这个金居天当中这个涅槃的 他不会转身到五色节为什么不会转身到五色节呢 因为五色节呢就是凡夫的地方就是 这个获得这个圣者以后呢你不可能转身到这个凡夫节里面就是 也有这个无赖国的一些差别讲的时候呢就是也有这样的道理 但是他这里呢就是说是这个转身到有顶之地所持 因为修持灭经顶可以转身到有顶就是 他这里呢这个地方到时候你们这个就是这个学习流品和 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要结合一下就是流品里面呢就是有些这个无赖国的阿罗汉的话 无赖国的话呢就是他执着这个 转身到那个金居天就是不会转身到这个无色节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这个呢 有一点点这个需要这个分析但是这个是从应该禅顶的角度而言的吧 因为修灭经这个顶呢就是可以转身到这个有顶 可以转身到有顶 三界最细微的心就是有顶的心就是我们这个三界当中的话呢 实际上是第三的这个心也是 对于这种众生比较而言的话呢 当然这个第一参二参四参四参 就是这些这个心呢就是非常这个细微的 但是呢就与这个三界的这个众生的一些心来差别的话呢 那么这个这个有顶的心是最这个细微的就是最这个细微的 当菩提加勒的心到到这个最细微的时候呢 就是才开始入这种灭经顶 他是三不三无济法当中的何者呢 就是从法性的这个角度来言的话呢就是他是这个散法 就是因此我们下面讲这个散法就是分四种的时候呢 就是他是这个发性散就是 就是灯气散也可以叫这个发性散 发性散法 他是发性散法 因为是为了 就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是为了这个先发乐主而入定 就是他是这个为了就是灭经自己的一切这个树和相 就是树和这个相 然后呢就是想获得一种这个寂灭 就是这样的这个入定 就是所以从法性方面来讲是 当然是这个是好的就是 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大乘的 有些菩提心啊 出力心啊 这些方面来想的话呢 就是他还没有超理这个轮回 就是也就是他没有这个 就是他的发性呢 就是并不是想这个超理轮回 也并不是想那个利益一切众生的这种菩提心 就是所以呢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就是也不一定就是有这么大的功德 但是应该是这个成认为是他是一种善法 是这样的 因为是为了先发乐主而入定 他是属于善业中的是哪一种呢 就是他有这个孙此生树叶和孙后树叶 以及呢就是一树不顶树叶就是三种 就是这个前面已经讲了 为什么记住这三种呢 修此灭尽顶时 修此后时转生到这个幽顶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幽顶的话呢 就是这个呢就叫做是这个孙此生树叶 就是因为他这个在我们这个欲界 欲界的时候呢就是修这个灭尽顶 最后呢就是已经这个获得了这种这个餐顶 最后呢就是直接转生到这个幽顶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那个 就是孙此 这个孙树叶 然后这个修此时 来世的来世也可以转生到这个幽顶 就是因此这个 就是下一辈子不一定就是中间这个退伤 或者是中间呢就是转生到这个其他的这个戒 因此呢就是在这个转生到 这个我们这个下面也是讲的 就是这样的这个幽顶顶的话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以前也是得过的 就是在下面我们那个应该是讲那个第四品吧 就是第四品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有这个说明的 有说明就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呢 就是以前也是已经得过了这样的幽顶的这种这个餐顶 但是这种幽顶的餐顶的话呢 他这里呢 幽顶的这种这个餐顶呢就是都是这个得过的 就是后来呢就是也会这个灭金的 就是也会这个灭金过 所以这个来世的来世呢就是转生到这个幽顶 今生也有解脱的就是 那么即生也有解脱的 即生如果解脱的话呢就是他不一定这个受这种业 也就是说是即生呢 比如说你这个修了这个灭金顶 就是灭金顶已经修成了 但是不就的这个几天当中呢就是 或者是这一辈子当中呢就是 就是转生到这个阿罗汉 获得了阿罗汉国位的话呢 那么就是原来是他这个受的是幽顶的这种这个餐顶 但是现在呢就是不一定转生到幽顶去 就是因此呢 就这叫做是这个不顶业 因此他就聚中这三种业 圣者依靠清作得 佛与菩萨而获得 非如诸子所呃成学 因与上师餐了得 就是他这里这个那么获得的这个方式呢 就是圣者的话 就是圣者里面就是他一般这个凡夫呢 就是得不到这种这个真正的这个餐顶 就是他是要这个超理就是他的这种这个餐顶吧 就是他这里这个灭金顶呢 就是超理就是三界的这种这个餐顶 这种这个餐顶的话呢 就是圣者呢就是依靠这个清作而获得的 就是他是通过这个清修而获得的 然后这个佛陀的话呢 就是小乘也是承认这个佛陀就是 那么这个佛陀的话呢 实际上是获得菩提的时候能获得这种灭金顶 他不用清作的自然而然获得的 佛陀是以菩提而获得的 然而非如诸子所需 但这个获得的方式方面有一些观点不同的 有些呢就是说是先已经获得了这个四参的这个剑道 然后呢就是入了这个灭金顶 最后呢就是先见这个佛陀的这种智慧 就是中间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呢就是并不是这样这个承认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以这个三十四刹那的时候呢 就是才获得的 就是下面有这个详细的宣说吧 就是佛陀的话呢就是并不是中间呢 就是也在这个入一种这个灭金顶 见到以后呢就是再入个灭金顶 然后最后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就是佛果 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真正的这个灭金顶 重新浮现了就没有这种这个承认 嗯 下面是这样讲的 那么灭金顶是凡夫还是这个圣者的禅顶呢 是这个圣者的这个禅顶就是 实际上是这个灭金顶呢就是我们这个 修处的过程当中获得这个无奈果和阿罗汉果位呢 就是才真正的这个得到就是 因为这个灭金顶就是得到以后呢 就是他就是再能能这个灭金一切这个树和像 就是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潮离这个轮回 就是所以他是那个直接转身到那里的话呢 应该这样这个承认到 直接转身到这个有神的话呢 就是有神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圣者和这个凡夫 就是有两种 但是在这里的这个灭金顶的话呢 就是应该这个圣者的这个禅顶 就是这样来解释 不然的话呢要转身到这个 什么这个有顶的全部都是这个圣者啊 就是这样说的话肯定这个解释不清楚的 但是这个灭金顶 这个灭金天也就是说有顶的天人的话呢 就不一定全部是这个圣者 但是我们在这个欲界当中所修成的 然后就这样的这种 这个灭金顶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有两种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说灭金顶是凡夫 还是这个圣者的禅顶呢 就是这个圣者的禅顶 而不是凡夫的禅顶 需要出世间道的力量而获得知故 就是因为他呢 就是需要这个出世间道 就是要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 这个修持呢就是有世间道和这个出世间道 就是世间道的话呢 就是他灭金也就是说是这个有顶的这种禅顶呢 就是没办法那个修成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下面讲这个修道呢 就是应该是第六篇还是第七篇呢 第七篇里面讲这个修道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世间道的修道和这个出世间道的修道 就是有两种就是出世间道的修道的话呢 就是你得到这个剑道以后呢 然后就是在这个断那个三戒的这种烦恼 就是这叫做是那个世间道的这个修道 就是出世间道的修道 然后这个世间道的修道的话呢 虽然你还没有得到剑道 但是呢你通过这个世间道呢 就是断除这个欲界的烦恼 断除这个色界的烦恼 断除这个无色界的这个下面这个 除了有顶以外的这些烦恼 因为有顶的烦恼呢 就是在世间道当中是根本没有断除的方法 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讲修道的时候呢 有些论师呢就是认为这种这个修道呢 是相识修道就是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这个修道 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 因此那个修道呢就是也可以这样分 这样分的话是他这里面呢就是说那个 这个因为这个需要出世间道啊 就是需要这个出世间出世间道的话呢 你真的要这个见我就是见我的这个像以后呢 才端出这样的这种这个树和像 就是他这里必须要以这个出世间道的这个力量而获得之苦 那么以什么方式就是能获得呢 就是通过这个勤奋而获得 如果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无赖国等等 就是也就是说一种这个游穴道吧 就是游穴道的这个圣者的话呢 就是他通过这个勤奋而获得 而不是离开向往而获得的 并不是就是他自己呢 就是这个随心所欲就是获得的 就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一种无形的餐顶呢 也是以前在轮回当中成为感受过的法 就是他在我们这个轮回当中的话呢 就是他这样灭进一切术和像的这种这个餐顶 最高的这种餐顶呢 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感受过的 然而佛陀的灭进顶是依靠 获证菩提灭进之同时而获得的 然而这个佛陀的这种灭进顶和这个 跟那个这个无赖国的这种灭进顶呢 就是不相同的 那么这个佛陀的灭进顶呢 就是当他这个获得菩提的时候呢 就是要先前这个灭进智慧 灭进智慧的同时呢 就是获得这种这个餐顶 并不是以轻作而得的 因为佛陀无有萨绪这个轻作而产生的法 就是佛陀呢 就是最后先前这个现正菩提的时候呢 他根本没有一个这个轻作的法 就是以前的这种这个积累资念和发行的力量呢 自然而然这个获得的 有些人认为 有些人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获得有定之心的菩萨 首先是依靠四经律正常而生起见到 就是他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就是这个获得这个有定的这种这个菩萨呢 就首先是依靠这个四经律 就是他次第的这个一参二参三参四参 就是全部就是现前 然后呢就是这个四经律全部 也就是说四参全部修成了以后呢 他就获得了这个剑道 之后先前有定之心 然后呢就是再前前这个有定的心 有定的心以后呢 就是才开始这个入于灭经顶 入于灭经顶 出顶以后由依靠四经律正常而生起灭经之 就是刚才那个佛陀的灭经之呢 他们就是认为是现那个现前四参 然后呢就是现前这个有定的心 有定的心现前以后呢就是入于这个灭经顶 入于灭经顶以后呢就是开始出顶 出顶的时候呢就是然后依靠这个四参就是 就是这个现前这个佛果就是现前这个菩提正道 就是有些人就是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就有些人呢就是这样这个程序的就是这样程序的 有些呢就是认为 首先的直接就是现前这个灭经顶的可以 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中间呢 就是经过一个剑道或者是这个四参 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必要就是 现前这个菩提的时候不一定要需要这样的 实际上这些菩萨并非是尚未成佛 首先现前灭经顶的就是 那么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些佛呢 就是并不是是尚未这个 这个首先这个现前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样呢 他们是通过不间断的生起 无露道的这个三十四叉那而获证菩提灭经之的 实际上呢就是并不是这样这个次第的 就是先就是获得这个现前这个正见 然后呢就是现前灭经顶 在这个现前就是这个佛果就是不是这样的 他们呢就是按那个次第的就是当这个得见到 得见到以后呢然后直接呢就是获得这个灭经顶 就是不是不是这样的 他一次呢就是他们认为是这个 这个先呢就是这个获得这个剑道 获得剑道以后呢就是然后这个现前灭经顶 现前灭经顶以后呢就是现前佛果 他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这个做法呢就是没有这样必要的 实际上是三十四叉那当中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获得的 就是没有这个必要 他这里呢就是这样讲的 那么是怎么样呢 那么什么是这个三十四叉那呢 显正四地的十六叉那 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般小乘十六叉那也是属于修道当中 大乘的话呢十六叉那算是那个剑道 就是剑道就是十六叉那 但是这个我们下面还是在这个讲吧 讲的实际上呢就是他这个四地呢就是四地就是 每一地呢就是有这个四叉那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十六叉那的时候呢就是获得这个剑道就是 获得剑道的时候呢然后这个能断除幼顶则犯了就是 那么这个一般来说是这个获得这个剑道的时候呢就是 他对这个色戒和御戒的所有的这个 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三戒九地吧就是三戒九地 三戒九地里面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每一地呢就是他有这个修端就是 他这个修端呢就是也是分那个九个九个 这样的话呢就是九九八十一就是 中共有这个八十一种修端就是这些修端的话呢 实际上御戒的这个修端呢就是御戒全部断完了 然后这个色戒的话呢就是色戒四参的这个修端呢 就是全部断完了 无色戒的话呢就是除了幼顶以外的这个 其他的呢就是全部这个断完了 然后这个幼顶的这九种烦恼的话呢 修端烦恼呢就是他分一个无间道和解脱道就是 无间道和解脱道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分一个无间道 就是九个无间道和九个解脱道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 其实如果这个三界的这个分析方法呢就是应该 这个下面还是有这个宣说的 实际上呢就是他这里说这个就是 所断呢就是有除幼顶的这个烦恼无间断的这个九刹那和 还有那个解脱道的这个九种刹那就是 全部这个次第性地这样断除的 因此呢他这里呢就是并不是先那个先前一个灭经顶 然后呢就是先见到然后先见灭经顶再获得佛果不是这样的 他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因为那个先就是断除这个四地的这种这个 这个见到的这个所断 然后呢就是这个先见那个先见菩提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九种烦恼都是直接这个断除的 就是九种烦恼也可以说十八种烦恼也可以说 就是十八种烦恼的话呢就是直接断除的 因此这样算起来的话呢 就是总共有这个刚才前面的就是有十六刹那 后面呢就是有十八个刹那 这十八个刹那加上的话呢就是三十四刹那 三十四刹那当中是获得的 并不是说是这个先这个先见到就是 然后就是在这个有除地那入地那就是没有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认为就是他们有些 那个什么那个就肯三米尔的有些有部宗呢 就是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 佛陀呢就是不是说是那个他说他入这个菩提钉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菩提钉当中呢就是不除钉就是不除钉 然后这个乃至没有先见菩提之前的话呢 就是他是不除钉就是他不是这样说的吗 那这个中间这个除钉的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不合理的 就是有些也这种说法 然后有些这个有部宗的人论师像那个西方论师啊 就是他们这个这个破词的时候呢就是佛陀所说的呢 就是并不是是不除钉就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佛陀所说的呢他说是不解开那个金刚家佛座就是 他没有这个成就之前呢就是他这个作点上呢 就是不弃作就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是不弃钉的意思 但是这个呢就是希望你们看看那个姿势里面就是 就是姿势里面就是也应该就是这方面的辩论有吧 就是其他的有些大书里面也记得有一些这个辩论就是 这是一个下面呢就是讲那个就是第二第二这个共同之这个所依就是 那么灭金钉和无相钉呢就是他们有什么这个共同的所依呢 实际上是上面的无相钉和灭金钉呢就是在舍戒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也可以现前的 无相钉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不能这个现前他的这个禅钉就是 他转身是这个转身应该是这个 尤其是那个后面的灭金钉呢可以转身到无相钉当中 以欲界于色界的身体而现前的 无相钉不是以无色界的这个所依就是 也就是说所依是指的是这个身体吧就是 也并不是是无色界的这个身体而这个现前 其为四参的这个所依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无相钉呢就是我们昨天也讲了就是 他是那个这个四参当中就是之一就是 所以呢就是他是这个四参的这个这个餐钉所依 所以不可能是在无色界当中这个现前 然后灭金钉也不是无色界的这个所依而现前就是 灭金钉的话呢就是他在这个现前的时候呢就是 就是并不是这个首先这个现前就是这个餐顶这个修成的 现前吧就是现前的这里 其实他的这个餐顶要修成的时候呢 并不是到这个无色界去现前他的餐顶 就是他的餐顶呢 应该在这个欲界当中也可以现前的欲界当中现前的 原因是在无色界中无有什么呢就是 无有色法 如果以制止了一切相应法 就是一切心和心说的话呢 那么唯一不相应性是不能存在的 否则又刚刚开始有成就涅槃的过失 就是有这种过失吧 那么刺耳顶有何差别呢 就是灭金钉是首先要在人中生起 这是由于人的熟和相处达 就是容易生起处理 并且行事比较敏锐 因为人有这种特点吧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人生生过天人 生过天人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受戒也好 或者是现前一些禅顶的话呢 他有比较粗大的相和受 这样的话可以容易修成的 之后由于色界身体也可以生起的 首先是以欲界的身体 然后色界的身体也是可以的 这个无色界当中他没有 刚才前面应该大家懂得了吧 他没有灭进一切心和心说的现前 不然的话除了一个明根以外 什么心和心说都没有的话呢 那么刚刚转生到那里就成了涅槃的过患 之后有欲界的身体现前 而无相顶首先是依靠色界的身体 刚才前面的无相顶的话呢 依靠欲界的身体 也就是说色界的身体来生起 因为如顶则并不是熄灭粗大的树和相 它的目的不是这样的 而是认为无相顶是解脱而如顶的 所以这也有这个差别 他认为这是一种解脱 所以在这两个禅顶之间 一个是从他转生的地方 一个是游顶 一个是四禅当中 然后他的发心方面 一个认为灭进一切树和相 另一种认为他认为灭进分别 粗大的分别念这是一种解脱 所以从他的发心方面也是不相同的 那么一个是圣者的禅顶 一个是凡夫的禅顶 所以从禅顶的所有方面也是不相同的 清部和幼部都认为是无相顶和灭进顶 都灭进一些鲁石 按照卫世宗的观点 这个灭进顶不但是鲁石也灭进 而且燃无也是灭进 这是卫世宗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他这里《俱舍论》的大书里面说 所谓的灭进顶是六地之前所现前的一种圣者禅顶 这一点我们讲如中论的时候也是 《避之言行回忆生》在讲这个时候 阿罗汉一刹那刹那可以入灭顶 这个时候有萨迦派和格鲁派 他们有些说是由有相无相方面来入顶的 有些说是由清座和无清座方面来入顶 有些说是刹那刹那入顶 这方面麦彭仁波切在《中港专案论》的后面 也已经讲了很多他们的差别 为什么阿罗汉能这样入顶 第一地菩萨也不能这样入顶呢 因为阿罗汉他首先在欲界当中已经入了这种禅顶 也就是说他已经先前了这样的灭进顶 因此他在修行过程当中有这个差别 为什么说是一地菩萨的智慧呢 就是在从如定的角度来讲是不能胜过阿罗汉的原因呢 就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道理呢 就是《中观专案论》或者《如中论》当中呢 还是比较有详细的说明 很多人认为呢 为什么说是一地菩萨还是六地菩萨的智慧 还不能 到了七地的时候真正生过他的智慧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从如定的角度来讲 如定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这里真是有一种灭进顶的功夫 所以这个功夫方面有这个差别 因此讲《能切经》这样就比较容易的 当然《举手论》的大书里面说是 第六地菩萨之前就这样讲的 一般来说小乘他虽然承认佛陀 但是他对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种概念 并不是那么承认的 因此我们学过《中观宝马论》吧 《中观宝马论》当中也是 他就特意地依靠一些教证和理证 对小乘面前说是你们也可以承认十地 所以从这个道理方面可以说明 小乘虽然承认佛陀 但是成佛的时候 他是在一座点上先前十地 先前所有的正道 因此像我们大乘所承认的一地菩萨二地菩萨 这种概念是没有的 虽然小乘有菩萨和我们《据说论》当中 也不是刚才讲的吧 他甚至先前尤其是获得菩提的方式来先前 这样说的话 他还是承认菩提 但是这种承认菩提 跟我们大乘承认菩提 还是有所差别 这一点《中观宝马论》当中 也是大乘小乘之间的承认菩提吧 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 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 因此刚才《据说论大书》里面 所讲的陆地菩萨 也可能他是以庞书的方式来讲的 不然真正《据说论》自宗 他讲五道 五道还是基本上跟相同的 他对分圣者的道和凡夫的道 可以加行道和资粮道作为凡夫的道 这一点应该这个小乘也可以承认 但是像大乘所承认的那样 这个师弟不会真实承认 因此这样的话 他这里面的灭经顶和无相顶之间的差别 一定要清楚 首先他的禅顶的本体是怎么样的 这种禅顶修完了以后 那么转生到什么地方去的 这个要清楚 然后禅顶最初的时候的发现是什么样 然后说灭顶的时候 他无相的话 指的是什么相没有的 然后灭经顶的话 灭经什么 这些道理应该详细 所以所谓的这二顶 还是比较难懂的 因此我们在 不管是讲任何大乘的中观 或者是隐名 经常说是二顶当中 也就是说是无相顶和灭经顶 但是无相顶和灭经顶很多人 把这两个顶分不清楚 实际上按小乘认为 它是一种灭法 也就是说是一种实法 一种实有的法 但是我们大乘也是承认是有这两种顶 这两种顶的概念和差别 大家应该清楚 今天居士论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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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